那刚才上来的时候 那几个在翻土在干什么 别告诉我 你真的打算种地 你不是都看到了吗 就是在这种地啊 你在一座狮山上种地 那能吃吗 相信我 人饿到极限的时候 什么都能吃 还真打算在这里 长期驻扎了 这鬼地方人能呆 别说我 我在这里住过三个月 不会令我露了 云梦怡伶这么近 什么时候想回了 就偷偷溜回去呗 你想得到没 哪儿来的小孩 拿开 什么拿开 你会不会用词啊 阿渊 你怎么见人就抱大腿啊 刚刚翻过土的手 不要放进嘴里 你知不知道是什么土啊 过来过来过来 婆婆呢 阿渊 来 过来 去婆婆那儿 婆婆 快来 跑慢一点 到婆婆这儿玩 那群宗主们 还以为你拉了群什么逆挡余孽 来挥舞大旗 占山为王 原来是一帮老弱妇孺 歪瓜裂走 什么歪瓜裂走啊 怎么说话的 问您呢 你怎么突然想起来问他 这些天天天都有人来问我 他们问我 我问谁 就只好来问你了 的 走 来 你喝一杯 不angi 我ación 真是 你就住这儿啊 温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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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吸引邪碎 我们找到她的时候 她已经邪碎亲身 心脉已断 只剩一息少存 我只是想用鹰虎符的力量 借温宁的手 惩戒一下金氏而已 却没想到 却将她变成了傀儡 失去了心神 失去了心神 就可以杀人不眨眼吗 温宁是一个胆小怯懦的人 经常将各种情绪 隐藏在心底 失去心神之后 将她心底的那些痛苦 愤怒 焦躁 不安 全都爆发了出来 那现在呢 现在 我在尝试唤醒她的心智 你又在异想天开 她这样还是人吗 和我们之前杀的傀儡 有什么区别 魏无限 你到底是不是 江澄 你也怀疑我拿了那枚阴天 即便她不是傀儡 这样又和傀儡有什么区别 你想唤醒她的心智 这简直是千难万难 是啊 我也觉得简直是太难了 可是牛皮 我已经跟她姐姐吹过一打了 他们现在所有人都坚信 我能救她 所以这个忙 我非帮不可 不让我这老脸往哪搁啊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干什么 我还要问你干什么 魏无限 你这段时间很是威风啊 你们干什么 温情 你先出去吧 你放心 这里有我 小伙子 是 你什么 小伙子 你干什么 快我 你别这样 我 我要 找人 你 你们 哪 哪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反正他们也以为温宁死了 到此为止 怎么可能 你知不知道有多少床眼睛在盯着你 盯着你那只鹰虎符吗 要是被他们逮到这个机会 你游里也变成没理了 你都已经说了 我游里也变成没理了 我除了化地为牢 我还能有什么办法 办法 当然有 现在唯一的补救办法 就是抢在他们有进一步动作之前 咱们先自己做个两段 你想要做什么 你跟我回去 交出这里的所有人 你开玩笑吧 把温晴他们交回去 除了被处理干净 没有第二个下场 都到这一步了 你还管什么下场不下场 张成 你听听你现在说的话 你把他收回去 别逼我臭你 你不要忘了 是谁把江叔叔和余夫人的尸体送回来的 葬在莲花屋里的骨灰 是谁送回来的 我们被温朝追杀的时候 是谁收留我们的 魏无羡 我真想活活冲死你 是 他们是救过我们 可是你怎么就不清楚 现在温氏余孽 是众矢之地 只要是姓温的人 就是罪大恶极 而维护他们的人 更是冒天下之大不为 所有人都恨温氏 恨不得他们死得越惨越好 而只要护着他们的人 就是在跟所有人作对 没有人会为他们说话 更不会有人为你说话 你到底在执着个什么劲儿 你要是动不了手 就让开 我来 伍瘍 卫无羡 你究竟懂不懂 在四大家族面前 你是怪诤 你是奇侠 是骁 是骁雄 是一只独秀 可只要你和他们发出不同的声音 你就是丧心病狂 罔顾人卵 邪谋外道 你以为你可以 独善剑 游离世外 逍遥自在 没有这个先例的 没有这个先例 我就做这个先例 魏无羡 你还不起出现在的局势吗 你非要我说这么明白吗 你若执意要保他们 我就保不住你 保不住 不就气了吧 气了吧 告诉全天下 我叛逃了 我魏无羡 从今以后做任何事情 都跟你们云梦将士无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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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